各位同学 欢迎来到摩克斯数学教室 我是竹北高中数学科的老师肖友文 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 指对数函数的图形 指对数函数的图形呢 我们分六个部分来介绍 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来描绘指数函数的图形 描绘完指数函数的图形呢 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 指数函数图形的有什么特性 接着我们就来描绘对数函数的图形 接着讨论对数函数的图形 有什么特性 最后我们用两道题目来自我挑战 同学们看这位是谁呢 这位是数学大师尤拉 尤拉她是数学界的老师 她在指数 指数这一个部分呢 有很大的极大层的研究 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尤拉公式 就是利用指数 把指数发挥到极限 我们来看一下指数函数的定义是什么呢 当A大于0 A不等于1 S是任意时数的时候 我们就去定义函数Y等于Fs 等于A的S次方 我们就把它称为以A为底的指数函数 好我们一开始呢 我们先来描绘一下指数函数 Y等于2的S次方的图形 描绘指数函数的图形 当然是要去找 找她的点 这个点呢 是怎么来的呢 好 我们先把这个秒点的部分写在旁边 函数Y等于2的S次方 我们先来找这个点 S等于0的时候呢 则Y等于2的0次方 那么我们就得到这个点就是0跟1 接着我们要来找这个点坐标 S等于1的时候呢 那么Y等于2的一次方等于2 那么点坐标1、2就找到了 接着我们想要找2、4这个点 S等于2 我们就带进去Y等于2的2次方等于4 我们就找到了2、4这个点 那也可以往左边去找 那也可以往左边去找 -1跟1分之1是怎么来的呢 S等于-1 那么Y等于2的-1次方 就是等于1分之1 也就是说 这个点坐标就是-1、2分之1 接着我们来找-1 接着我们来找-2跟4分之1这个点 S等于-2 那么Y就等于2的-2次方 2的-2次方 就是2的-1次方 也就是2分之1的平方 就是等于4分之1 很快的我们就把这个点坐标找出来了-2跟4分之1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图形是怎么跑出来的 好,第一个点出现了 第二个点-01 第三个点-12 第四个点-24 最后把这些点用圆滑的曲线画出来 就变成一个Y等于2的S次方的图形了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画 Y等于1分之1的S次方的函数图形 首先呢,我们就开始来找点咯 好,Y等于2分之1的S次方 S带0的时候 找这个点 那么Y呢,等于2分之1的0次方 我们知道任何数的0次方就是1 好,第一个点就找到了 这一个点叫做01 接着我们来找这个点 S等于1的时候呢 Y等于2分之1的一次方 2分之1的一次方 2分之1就找到了 1、2分之1 这个点坐标 再来找这个点坐标 S等于2的时候呢 S等于2的时候呢 Y等于2分之1的2次方 2分之1的2次方就是4分之1 很容易的就找到了2跟4分之1 这个点坐标 好,接下来往左边找 好,接下来往左边找 S等于-1的时候呢 那么Y就会变成2分之1的-1次方 我们在指数率的地方知道 -1次方其实就是导数 那2分之1的导数 那2分之1的导数其实也就是2 所以呢 这个点坐标-1跟2 就找到了 接着我们来找-24这个点坐标 S等于-2 那么Y就会变成2分之1的-2次方 2分之1的-2次方 其实呢就是先导数再平方 也就是2分之1的-1次方再平方 那就是2的平方 就是4 也就是点坐标-2-4 好,描绘了几个点 我们接下来把图形画出来 第一个点1二分之1 第二个点01 第三个点-12 第四个点-24 接着我们把这几个点 用圆滑的曲线把它连接起来 就完成了Y等于2分之1的S次方的函数图形 好,接着我们要来把刚才Y等于2的S次方 跟Y等于2分之1S次方的图形做一下比较咯 好,请看 这是Y等于2的S次方的图形 接下来呢 我们要带大家再看的是Y等于2分之1的S次方的图形 好,这样子呢 Y等于2分之1的S次方的图形 我们观察到了 这两个底数刚好是互为导数 接着我们会很明显的看到 它们两个就是对的Y轴呈现对称的状态 我们已经透过了描点 描绘完了指数函数的图形 接下来呢 我们想要来探讨一下指数函数 有什么特性呢 好,下一个单元 敬请期待哦 ts tt